透過這個一步步循序漸進式引導的視頻 可以幫助你尋找和借閱三藩市公立圖書館 管狀裡面的電子書 只要有三藩市公立圖書館的圖書證和個人密碼 你就可以免費借取我們的書籍和享用其他的服務 就讓我們開始吧 首先打開你的網絡瀏覽器 然後輸入sfpl1.org 如果想以中文瀏覽我們的網頁 請點擊這裡 然後選擇你的語言 至於視頻 我們會瀏覽英文的網站 讓我們一起開始搜索 你會見到一個旁邊有向下箭咀的白色搜索欄 然後就從下拉式的選單裡面選擇 books 書籍 我們現在可以搜尋 Elizabeth的the poured eggs 首先在白色的搜索欄裡面 輸入the poured eggs t-h-e-p-o-e-t-x 然後點擊放大鏡 接下來你就會進入到一個新的頁面 所有包含這個書名的書籍都會列出 就讓我們仔細地看看屏幕上的內容 這一本是書的封面圖片 這本書的書名是用了粗體地顯示的 作者的姓名在書名的下方 首先是姓氏 然後是他的名字 我們在這裡可以看到這本書有八個不同的副本 如果標示 book 即是書本的話 就代表是一本實體書 如果標示是 e-book 電子書的話 就是一本電子書 你可以透過使用電腦 平板電腦或者手機等等的流動設備來閱讀 年份告訴你它是何時出版的 這裡是你使用這本書的方式 如果是實體書 又同時可以供借月的時候 就會標示available 即是可借月的意思 如果是電子書 它會標示 e-book 電子書 然後是你可以用來閱讀這本書的應用程式類型 順便提一提 我們還有有聲書 你可以聽到書籍的預先錄音 如果你看到downloadable audio book 可下載的有聲書 的標示 即是代表你可以將這些錄音 下載到你所用的設備上面 我們的電子書可以在四個不同的平台上閱讀 它們會要求你下載免費的應用程式 具體取決於是要使用哪些平台 這些應用程式可能是 access360 libby simplye 或者是hoopla 如果你在hoopla找到想借的電子書 恭喜你了 你可以立即閱讀那本書 hoopla的書籠是即時可以使用的 因為不需要等 我們就將會使用hoopla 作為我們的電子閱讀器的平台 拿來去下載這個the poet's seat 點擊 instantly available on hoopla requires registration 即是說hoopla可以即時使用 但是必須註冊 當你再次看到本書的封面的時候 可以點擊下面藍色那個borrow的字樣 即是借月的意思 選擇視窗內的borrow即是借月 用來確認你已經借了這本書 電子書將已經下載到你的設備 點擊藍色的read 閱讀按鈕 用來打開你的電子書 和開始享受你的閱讀時間 你將會有三個星期的時間 去閱讀已經借出的電子書 不用擔心退還的問題 因為當你的三個星期期限結束之後 系統會自動將本書退還 在使用你的設備閱讀電子書之前 必須先下載Libby Access360 Koopler和SimplyE 這些免費的應用程式 到你的應用程式商店 下載所需要的應用程式 每個應用程式都會要求你 設置一個包含電郵地址 用戶名和密碼的帳戶 你必須預備好隨時可以提供你的圖書證號碼 和個人密碼 想了解更多有關下載電子書的訊息 請留覽我們的網址 SFPL SFPL 1.org 斜缸 E-B-O-O-K-S E-Books 如果你需要任何幫助 請自電 三藩市公立圖書館 415-557-4400 或者發電郵給我們 info-at-s-f-p-l-dot-o-r-g